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3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最终是上涨了29点 来到了14777点的位置 是终结了连续两天下跌的一个走势 但是我相信大家在今天的一个盘中 应该看盘的人其实并不是来的这么多 大多数的人都在看直播的记者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个的确是最近期牵动台北股市 呈现比较大幅度量缩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当然政治的事情 我想我并不是所谓的一个政治专家 我在这个地方我就不跟大家去做多谈 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市场多多少少还是会担忧 所谓的一个擦枪走火的一个讯息 所以在今天的一个成交量 1748亿 它是继7月11号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单日最低的一个成交量 因此在今天事上就有非常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在问夏老师 说到底这样的一个行情 如果说量能一直萎缩下去的话 会不会造成新低量之后会有新低价 那夏老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我想我先针对这个问题来帮大家做解析 我先给一个结论 我认为这个行情不会出现 所谓的新低量之后会有新低价 因为最近期的量缩很明显的 它是受到特殊事件所影响 一般而言如果说我们在谈 所谓的新低量新低价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最主要考量的重点就是在正常 自然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的一个成交量出现比较明显的萎缩 这个代表大多数的人 都不愿意再做进场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 的确它会有新低量 新低价的一个问题 但说真的其实这个时候 观众朋友你可以问你自己 你这个时候不进场 是真的你觉得台北股市后续没有机会 还是因为你只想要避开这个裴洛西 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事件 所以当它是事件交易所造成的一个影响的时候 基本上当这件事情厘清 或者说这件事情淡化之后 基本上量能就会回到原本的一个水准 这个是我们告诉大家 我认为新低量不会出现所谓新低价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实际上如果说你从台北股市的技术面 来做观察的话 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也针对技术面其实跟大家谈了很多 如果说以现在的一个格局来看 它其实都还是比较有利于多方的一个架构 怎么讲包括了KT指标的一个快速回档 目前的K值已经回到了52.72的一个位置 你看这两天的时间大概累积跌了200多点 那指标就从原本890的一个高档 回到了50附近的一个位阶 不过如果说你从这个9KT的一个计算 时间点来看 目前的第9天在这个位阶 那这个高低点的一个差距 大概是350点360点这样的一个空间 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接下来的一个台北股市只要来到14850点以上 K值就会开始出现这种所谓 没有再往下去做修正 甚至向上去做翻扬的一个走势 那过去我们也跟大家谈过嘛 你在修正所谓的一个技术指标的时候 有分为强势修正或者是弱势的一个修正 如果说是一个强势修正就是跌的幅度不是特别大 但达到修正的一个效果 基本上这个就是后续还会再发动公式的一个讯号 那当然包括了越军线的一个扣底 这个当然我们也跟大家谈到 以现在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基本上到下个礼拜之前 它都是一个比较有利于多方的一个架构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除非后续真的出现所谓的一个系统性风险 或者说是大家比较担忧的中国那边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个制裁的一个政策 那这些政策出荣之后 我觉得后续的影响那个后续再来去做观察 但至少就短线上面 我想今天的一个行情把一些没有信心的一个福尔把它清掉之后 后续当这个裴洛西离开台湾军事演习也结束之后 台北股市它就有持续往季线去做挑战的一个机会 那实际上我们也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在于说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还是会担心 我们刚刚谈了这些 如果说单纯就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或许对于多方而言是一个比较 其实是多方的一个格局 但是有些人还是会担心说 老师那万一插枪走火 或者说是那个有比较大的一个制裁政策 那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然后基本上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就该做好的风险控管 该做好的停损把它收好就好 不是这样子吗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说你会担心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概念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说在这个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陪洛西来台湾这件事情 没有嘛 有没有中国要制裁台湾的一个经济这件事情 有没有军事演习 都没有对不对 但是行情还是跌了4000多点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如果那些事情你担忧的状况 真的发生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个时候你在事实的针对你手上的一个部位 你会去做调整或者是做避险 其实我觉得都还来得及 重点就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你才会担心 那过去跌了4000多点 难道你都不担心吗 所以你只要把风险控制好 把停损收好 其实我觉得这些政治的利空也好 除非它真的是跳空跌停都出不掉 要不然我说真的啦 那种如果是正常的一个下跌走势 跌再多你都会有一个可以退场的一个机会 差别就在于你要不要去执行这样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去担心 所谓的政治议题 或者说是台海的一个冲突 其实我觉得担心这个有点多余了 就是把该做好的事情把它做好 其实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谈到 这个时候如果说接下来攻击线的话 它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解套行情的一个操作 所以你更要把握这一段时间里面 可以去做解套行情操作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过去我们告诉大家 你要用旗指的一个操作 或者是换强势股的一个方式 这两种方式能用它的一个获利 来弥补你套牢的一个持股 把你手上的一个部位把它解出来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想我们就先从期货的一个市场 先跟各位做谈起 因为最近的那个顺序都是这样子 就是大盘 然后我们接下这个接期货这样的一个角度 那期货的一个操作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操作 但我其实我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做期货这么多年 对于我来讲 其实期货比个股简单很多 为什么这样子说 因为你做一档个股 你可能要考虑到它的基本面 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筹码面 要考虑到它的一个技术面 但对于指数来讲 它要考虑的重点 如果说你只是做当天的冲销的话 很简单一个东西叫做技术面 如果要考量个股的一个角度 你只要考量两档股票 一档个股是什么 一档个股是占全值最重的 叫做2330的台积电 另外一个就是除了台积电以外 其他的一个股票 所以过去我们有告诉过各位 其实你在判断一天行情 到底是强势还是弱势 或者是今天你要怎么做操作的时候 有几个重点的指标 你要先去去做观察 第一个叫做台积电当天的一个股价的涨跌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做动作之前 当时我截的截图下来的一个市场的状况 那时候是9点41分 台积电是涨了25点12点 就是它的涨幅贡献给指数 大概是25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那其他是多少 其他是跌了62点 好那一个是涨 一个是跌这个部分我稍后我再跟大家去做提醒 那恐慌指数我在今天早盘 其实我跟大家谈到 因为今天是结算 所以正常的状况之下 他应该要向下去做修正 如果说你看到他是涨的 那问题就大了 为什么 因为在结算的最后一天 如果波动率还是沉渐上升 代表当天是一个大跌的行情 对不对 好但他出现的一个情形是这样子 然后台币的汇率 台币的汇率 对于事实上在今天早盘的时候 基本上他是涨涨跌跌 就是一下升值一下贬值 但那个时间点 他的涨幅是0.02% 然后涨的那个点位只有0.0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是属于比较偏向 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多方 因为早盘他一度有呈现升值的情形 那个时候是偏多嘛 那这个是偏多 这个是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偏多 所以你看到这两件事情你会发现 今天的一个行情 他都是比较冲突的一个讯号 对不对 如果说领先指标是跌的 然后台币是升值的 都是多方讯号很简单 但今天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就是恐慌指数是下跌的 但台币是呈现贬值 代表外资会卖超 然后台积电又涨 其他的又跌 那怎么办 好 所以这个东西 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基本上 我们还是以最大型的个股为主 如果今天台积电出现 比较强势的一个上涨 他告诉你政府的态度 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他就没有要这个指数 呈现大跌的一个意思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好 那你说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做 基本上政府在做护盘的时候 有机会他们会直接去做点火 把那个指数做推开 那如果说相对来讲 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条件 所谓的条件是外在的一个条件 因为要看这个国际股市的一个表现 如果说没有那样子的一个 外在条件的时候 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他们会采取的策略是拉回 去做一个撑盘 或者是做一个做多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实际上在今天早上的一个节目 或者说是在 我发给会员朋友的一个讯息也好 基本上我都是告诉他们 今天行情的一个操作要怎么做 今天行情的操作要拉回的时候 偏向多方来做操作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今天怎么做 当然早盘最高是攻到14727 好 但是我们没有选择在第一个波段去做出售 我们是选择在9点40几分的时候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嘛 一开始这个状况是9点41分 所以你有这样子对于行情的判断之后 接下来找的是点位嘛 所以当时我们是选择在平盘的价格 因为那样子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如果你跌的太多 期货跌的太多的话 市场的气氛会转差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要大幅度往上拉抬空间就不会太大 所以比较合理的价格 应该是在今天平盘附近 去做一个多单的进场 所以我们今天是在14645正负5点 去做一个做多的操作 那我们发讯息的时候 大概也都落在这样子的一个价位里面 我记得最低那个时候还有打到14630附近 但无论如何 从这样子一个价格来做计算 好那后续的一个行情快速拉到 14700点 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基本上我们刚刚讲了嘛 就是两个讯号比较冲突 就是你不论说就是 就盘面个股的一个讯号来讲 或者说是选择全波动率 跟台币汇率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都是比较冲突的 那比较冲突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的行情不会大幅度 向上去做拉抬 好所以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大概是在10点04分 当时我们就选择 告诉我的会员朋友在14700点附近 就试价获利出场 那从14645到14700 这个当然是55点的一个空间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55点的空间不大 但是如果说你有去做过 期货交易的投资朋友 1点他大台1点代表的是200块 对不对 那55点你就算50点的一个空间来看 基本上他就是1万块钱的一个价差 所以这是我过去在几天 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概念是说 很多投资朋友现阶段 因为个股真的套得非常深 那你过去你又没有那个停损的习惯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会陷入到一个 比较难操作的一个境地 但是我们也跟大家讲了 你可以透过其他个股 或者是操作起始的一个方式 用获利去弥补你套牢的一个持股 所以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只做一口单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50点大概是1万块 他可以解决你一档股票 跌10块钱 就是一张个股 跌10块钱的那个套牢的一个空间 对不对 那你赚了这1万块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 套牢10块钱那一档个股去减码一张 对不对 那减码一张 你是不是套牢的持股就变少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操作的一个策略 那实际上我觉得应该这样子讲 当然我相信在市场当中 讲期货的分析师 或者是说每天那个大赚 大赚好几百点大概大有人在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第一个 我想我们是很实在的绩效 因为会员其实都在都在看 所以我们当然是跟大家谈到说 我们真正实际操作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我希望就是包括 讲股票也一样 讲期货也一样 我一直都希望说投资没有 你可以从小时的一个节目当中 能够学到东西 所以我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讲 为什么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希望的就是说在未来 如果说你遇到同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你会知道怎么样去做操作 那当然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当然最好的方式 其实是跟着我们一起做进场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我想我们每天在节目里面 都有跟大家谈到 我们怎么样做操作 对不对 从上个礼拜五7月29号 这个是50点的一个空间 8月1号 这个其实也是50点的空间 到了8月2号 也就是昨天 这个也是50点的空间 到今天连续4天 我想我们在期货市场的操作 都是正确的 而且都赚了50点 所以你去思考一个概念就是 呃4天的时间 200点的空间 那1点如果是200块的话 它代表的是4万块钱的价差 当然我不是要跟大家诉求 这个获利到底有多大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做期货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它是一个避险的工具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它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套牢持股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这个时候 或许很多分析师会跟你谈到 未来对于台北股市来讲可能展望没有那么乐观 或者说是行情可能会比较震荡 但也就是因为如此 投资朋友你才要更 呃用更多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商品 让你的操作的那个 呃报酬率那个绩效 它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准 能够稳定向上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 呃当然不是不只是这个期货啦 我想我们今天的个股 也有表现持续创新高的一个个股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绝对不是说 如果说要讲反败为甚至这件事情 他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你可以用非常多的一个商品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因此对于投资票来讲 如果你认同 像我是刚刚跟大家所谈到这些概念 那可以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 可以把握这一次的一个机会 倒数两天有任何问题 或想要加入我们的 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第二阶段的节目回来 我们就从个股的角度出发 来告诉各位 这个时候有哪一些 你可以取得注意的方向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介获利 无往不利 陈突投资 值得托付 0R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所以刚刚在上一个阶段的节目里面 我们跟大家谈到 过去这4天 我们想我们每天 这个在期货市场当中 获利的空间 大概都在50点左右 那两天 4天的时间里面 当然加起 加起来 他就是大概200多 200点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条件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是在于说 基本上不是说要跟大家讲说 那个期货有多好赚 因为他的确是一个 波动度比较大 然后风险会比较高的商品 那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基本上你只能够 你能够清楚的知道 你期货应该怎么样去做观察的话 事实上他也可以当作是你一个 避险的一个操作的 操作的一个方向 那你看嘛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200点 1.200块的话 他其实可以带来大概4万块钱的一个空间 那4万块钱 他就可以解决你手上套牢持股很多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好 那当然除了这个期货市场之外 另外包括个股 当然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老师 那这个时候 呃 期货可能还是会做起来会怕怕的 那也没有关系哦 你可以跟着我们做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 呃 个股的一个角度来看 事实上也是有一样的一个条件 好 怎么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个股 叫做8114的一个震华电 好那震华电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但呃 我想我们每天在节目里面都跟大家做追踪了 因为这个是呃 之前我认为这个行情真的应该算是非常委屈的一档个股 因为呃 大家可以预期就是他下半年的一个成长动能会非常强 好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行情从7月29号开始就上个礼拜五开始 他回到月均线之上之后 你看那股价的一个走势走的非常快 从礼拜一的股价公道涨停板到礼拜二 我们现在151块这个地方获利调节一半 但当天的股价其实也是创下收盘价的新高 一路到今天的160块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概念是说 当然 现阶段我们大概还有基本持股的一个部位 好那无论出在哪里 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呃 不要说买在那个125块最低点 当时我们进场的价格大概是140块钱左右 到今天就算你抓一个平均值 也应该有155块钱附近嘛 对不对 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是不是就有一成的一个空间 所以过去我们跟大家谈到 呃 基本上大家会觉得说 啊你们投股老师都空口说白话 但是 其实我说真的啦 你要用 获利去补你套牢的持股 他其实有两个先决条件 什么样的先决条件 第一个 呃 你的停损不能够抓的太长 这是很多投资朋友他遇到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要一张一张补 哦 因为很多人他是套三成套五成 这么大的一个幅度 如果你没有去做处理的话 你当然要花比较长时间把它补回来 但是如果说 你之前有比较 呃 严格去执行停损的话 假设是10% 你看哈 呃 前一档个股套10% 然后 呃 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呃 做振华电 那大概也是一成左右的一个获利的空间 事实上就是把这个10%把它补回来了 对不对 那甚至更进一步讲 比如说以棋子的一个角度来看 一口保证金如果抓20万就好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的是 呃 200点嘛 大概4万钱 4万块钱的空间 那他的报酬率是多少 大概是25% 那25% 他就可以解决你 假设啦 你20块 呃 20万的买的股票 对不对 你是不是可以 呃 如果你套牢25%的话 是不是刚好可以趁这一次 你就可以去做出场 所以 要做解套他其实有很多种的方式 那差别就在于你怎么做 那其他的个股我简单帮大家做追踪一下 包括波若威 今天股价是回撤到月均线 但整体来说 这两个股其实跟我们之前做的一档个股很像 叫8050的广基 那广基当然也是工业电脑 那之前我们其实有跟大家提醒到就是说 呃在投信这个买超的过程里面 投信所有的持股都是在这个波段去做一个进场的一个操作 所以哦或许你会觉得说 呃波若威这个投信买的好像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积极 但整体来说你会发现 他们其实都有在做一些试单的动作了 所以过去这段时间当中他们也从原本的没有持股 到现在增加450张 我觉得这个跟行情有关系哦 后续行情回稳之后应该会开始有一些继续回补持股的动作 那在走势上面 他就会很类似我们刚刚所谈到的8050的一个广基 那其他长荣跟荣运这两家公司呢 当然今天长荣的股价是最后跌一毛了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谈过 就是呃基本上长荣集团 我们现在在等待的都是那个呃半年报的一个公布 因为不论是这个长荣也好 或者是荣运也好 基本上我认为他的半年报都能够绞出一个还不错的成绩 那当然长荣他是来自于海运获益 那六月份的营收还在创历史新高嘛 所以正常的状况之下 他的一个股呃第二季的一个单季获利 应该都还有接近18到19块钱的一个空间 也就是说上半年加起来 他就快接近四个股本 以新目前90块钱的股票来看 呃这个价格当然是不高了 那当然对于荣运来讲 荣运他其实有两个题材哦 一个就是他持有这个长荣的一个股票嘛 那因为有配发现金股利的关系 所以如果任劣进去的话 当然对于EPS来讲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注意 因为长荣的除息是在六月份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呃如果任劣在第二季财报里面 他会有一个大幅度跳增的机会 那另外包括了这个 今天股价震荡整理嘛 包括了航空城 这个时候其实也开始去做一些 呃正式去做一些开发了 所以过去大家 讨论那么多的一个航空城 在这个时候他即将把 过去的本梦比开始转化回 实质的本益比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可以去做期待的 但无论如何我们要跟大家讲是说 基本上大家会担心那个 政治的一个风险 但我还是说穿那句话了 除非他是 连续性跳空跌停 要不然 呃原本应该怎么做 该停损的 该该出场的 其实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不用想那么多 那这个时间点当中 如果你要去把握住那个解套行情 我们讲过 行情来讲 理论上来讲 应该会往季线来做一个挑战 如果说你要去把握 这一波的一个解套行情的话 想要跟着夏老师操作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把握住 这一次的一个机会 有任何问题或想要加入我们 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8月3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NE AT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NE ID为ATMONEY27525868 Paregon ID为明哲888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非欠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